詞・讃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詞・編曲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四郎老師 我今天要分享的主題是 Beer Maker 培養孩子主動解決問題的能力 那其實身為一個主任 那也是一個爸爸的角色 那其實很多關心教育的家長、朋友、親戚 你知道他們都問嘛 那我们在这个新课纲面临的素养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教 那什么是素养又要怎么去学 那其实我现在就觉得 我会告诉他们说很简单 就带着你的孩子一起做DFC版 在哪四个步骤 感受 想象 世界 分享 很好 四个步骤当中 我们就可以培养孩子 一个新世代素养的一个能力 那现在我来透过一个故事 来证明这个事情 我以前有教过一个孩子 他叫做小康 那他是一个非常弱势的孩子 那他的数学成绩非常的低落 然后也常常跟同学发生冲突 而且在放学的时候呢 他也常常在校外游荡 还交了很多的坏朋友 我真的很担心有一天 他突然就不来上学了 后来一次因缘机会 在放学之后 刚好是我们的机器人社团时间 所以我就把他拉入了我们的社团 后来在我们DFC学习法的四个过程中 他跟他们的组员分享了他花莲老家 地震灾害可怕的故事 在分享的这个阶段 他让他的组员就是一起去想方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防灾地震仪 大家看一下长这样子 他长得有点像我们每次新闻快炮的时候 我们都会看到一个地震仪在那边 直升在那边化毒 那他的功能是一样 他真的遇到地震的时候 他会做一个地震的波形出来 那除此之外呢 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发生地震如果超过四级的时候 他会发出警报声 告诉你赶快去逃跑 像有些人睡得很沉 你听到这个嗶嗶嗶嗶的声音 你就知道地震来了 赶快跑 那后来呢 他想要让更多的maker跟他一样 有这样子的一个创意去解决防灾的问题 所以他就自告奋勇地带这个作品去参加了我们中小学的科学展览 那我就问他说 那小康你想负责什么部分 小康他就跟我说 主任我是队长 困难的部分就是交给我 让其他的组员先选 他是一个弱势的孩子 那后来他负责什么部分呢 就是程式的撰写还有解说 那大家可以去想象 一个数学成绩原来只有个位数的孩子 他可以这样自告奋勇地去负责需要大量数学逻辑 去解释还有撰写的程式 那孩子还一边操作 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 那孩子我就问他说 那你不害怕吗 小康说主任放心交给我我OK的 他可以感受到那种自发的那种素养在这边慢慢体现 那或许是因为他对这样子地震的议题的感同身受 他想要帮助他的相亲 那也或许是在这个凝聚团队合作的过程中他受到的感动 这个孩子他发生了改变 首先神奇的他的数学成绩居然突飞猛进 那还有老师跟我说 他在分组活动的时候 居然展现出了一个领导的气质 而且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他其实平常就是还蛮苦闷的 那经过这样的历程 事实上我们看到小康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那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其实小康就告诉我 我就是很想做出这个机器人想要去帮助别人 就这样所以我必须要改变我自己 所以我听到这个话我蛮感动的 就觉得居然这个想要帮助别人心 对孩子有这么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 那之后后续他影响了很多的学弟妹 他们发明了很多其他的机器人 我来跟你介绍一下 这个是自动躲藏的闹钟机器人 你看他有六个脚 他这个机器人是解决这个贪睡赖床的问题 他在你起床的前一分钟 他会自动启动 然后叭叭叭叭叭叭要他六个脚 去躲在就是这个空间的任何一个处 让你起床的时候找不到闹钟 来解决这个赖床的问题 那这是一个零触碰的电梯按钮 这个是孩子感受到我们COVID-19的疫情的时候 电梯会传播那个病毒嘛 接触 那他们发明了利用超音波去发明了这个装置 那你只要按压这个框框 那按这个空气就可以决定你要去的楼层 这样子就不会去感染到病毒 那这个是它是防碰撞的那个自动刹车系统 那它是装了很多的sensor 那当我们去我们看过特斯拉嘛 他会有多自动刹车的状况 那他这些程式呢就会帮助他去测试说 自动刹车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后来他们发现程式起得再好 只要你车速过快 你的这个车子永远都杀不住 所以遵守交通安全 那是我们的王道 那我们刚才看了 小朋友发明了这么多的机器人 其实我这边要做一个总结 其实Be a Maker不是为了做而做而已 我们常常觉得可能捐起袖子 我们坐在桌子前面 我们组合一些零件解决问题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 那我觉得会让孩子真正发生改变的一个关键 就是我们用DFC的学习法 带着孩子去同理这个世界 然后找到他内心深处 他最在意 他最有感觉的问题 然后在动手实作的这个历程当中 去培养他自主学习 还有跟同侪互动 那不断的挑战自己 不断的去尝试的这种精神和素养 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那各位 有没有想要Be a Maker 有好谢谢 希望大家也可以就是用这个精神 利用DFC的学习法 带着你的孩子 其实就是一起去尝试这样的历程 然后带着他们 找到他们属于自己的原动力 那让孩子变得更好 也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 那我的分享到这边 谢谢大家 太好了 谢谢大家 以上 借助 Pow 我们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